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主题是 Blender的模型塑造概论 上礼拜我们其实有看到基本的编辑 而且我们出了一个作业 请各位去做一个学人 今天我们也会出作业 我们每次尽量都会出一个作业 或两个作业让各位练习 今天我们要看的模型塑造概论里面 我们第一个要教的是挤出法 其他的部分今天大概都教不到 我们今天能把挤出法讲好 然后再把一些曲线的挤出也讲完 就差不多了 剩下的时间会给各位做练习 那挤出法我觉得是所有建模里面我最喜欢的 而且我几乎都只用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待会你就会看到它的好处 那它在像有一些像雕刻法或之类的 我用起来我觉得不太习惯 但挤出我觉得非常好用 那它的有一个快速键是1 所以请你记得待会如果你要做起初法的时候 记得要按1 好那环绕宝这个是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之后会再看 那今天我们第一个要先来看的是编辑模式的基础 那上次我们做学人的那个方法 那个模式叫物件模式 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编辑模式 物件模式就是你要么就是一个圆 要么就是一个已经编辑完成像猴子头 这样的物件或田田圈 那但是这种模式的话呢 你基本上是不能够变更形状 你只能变更大小位置而已 但是你没有办法变更形状 那编辑模式呢 就可以变更形状 它是做物件内部的编辑 那它做的动作呢 是点线面的移动旋转和缩放 虽然还是一样移动旋转和缩放 但是它是编辑 一个点或一个线或一个面 那你可以按Tab键做切换 那这是我们进Blender之后呢 它这里有一个模式功能表 你如果把这个模式功能表呢 从Upject Mode切换成Edit Mode 它就会进入编辑模式 那你可以切换整个功能表的显示 整个视窗的显示形态 那显示形态有Bounding Box就是外框 Wireframe就是骨架框架 那Solid就是固态模式 预设的这个就是固态模式 那它的Texture就是要连材质花纹一起显示 那这边是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Bounding Box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蝴蝶 但是它只显示的它外面的框框 那第二个是Wireframe Wireframe你看到它显示的是它的那个比较细的框框 比较细的框 而且主要是用三角形四边形凑出来的那种骨架 那再来呢固态模式 它如果显示成固态会变这样 那它的颜色基本上就非常单一 那但是大致上还是有颜色贴上去的感觉 那如果你选试的是Ening模式就会变这样 那如果你显示花纹模式它会变这样 不过你的蝴蝶如果有贴材质的话 那它显示花纹模式的时候会以一个比较粗糙的显示方式 但是当你最后跑图的时候呢 它会跑得很细致出来 OK 那这边操作的过程 你看到的都是比较粗糙的一个模式 好 那这边有很多快速键 所以请各位要尽可能的记住 那第一个快速键是A 它可以用来做全选或全取消 这个不管在物件模式还是编辑模式都可以用 第二个是B 这是用框选 第三个呢是BB 是全选 但是在2.62版里面我记得好像改成C了 所以ABC很好记 那再来快速键Z呢 可以做两个模式之间的切换 这个倒是不用太记 因为在功能表里面就有 那G SR各位应该还有印象 G是移动 S缩棒 R旋转 OK 那最后呢 这个是今天一定要记得 E挤出 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功能都会用挤出 E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点线面的移动旋转和修改 好那我们进入编辑模式的时候呢 它会跟你传统的模式不太一样 那不太一样的感觉是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点都有颜色 对不对 而且这个物件会变得有点橘色的感觉 那你可以把它分割成两个视窗 这样子我们每次习惯这样会比较好用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选点线面的这个选单 这个选单在哪里 在这里 点线面 OK 然后呢 你按A呢 它可以取消所选择 那再按一次A呢 又会变全部选择 那你可以选这个移动功能表 那让你做点的移动或线的移动或面的移动 那现在我们先选取一个点 然后呢 把它拉按G 按G移过去 那你会发现它只有一个点被拉出来 所以形状变这样 OK 这是它成像的结果 好 那如果你今天选的是线模式 那你选到一个线 一条线 把它拉出来 它形状会变这样 跟刚刚有点不一样 刚刚是尖角的 现在是平角 那它的成像会变这样 那如果你今天选的是一个面呢 你会发现它整个面都会被我拉动 好 所以它成像会变这样 那面模式你也不只可以移动 你可以往斜的方向移动 你也可以用按R 按R去做旋转 按S去做缩放 那这些的操作跟物件模式的部分是很类似 好 那这是面模式移动后的成像结果 那如果你用转动按R去做转动 那它的形状会改变 好 你也可以把它扭曲 转动的更厉害一点就变扭曲 好 那这是它转动后的成像结果 面转动后的成像结果 好 那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操作 好 首先呢 我按T 先把这个功能表现缩掉 那这样我的面会比较大 再来 我把它切两个画面 还记得吗 按中间线切画面 然后呢 我把这个呢 设成相机视角 设成相机视角 Active Camera OK 好 那我在这里做操作 我在这里做操作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所存在的 的模式 它这边有写 是Object Mode 物件模式 我把它点一下呢 可以选 这里有很多个Mode 那这个叫做Edit Mode 编辑模式 上面这个叫Scot Mode 雕刻模式 那我们今天要用的是编辑模式 所以我点进去 有没有看到编辑模式 它变成颜色不太一样 那你可以近一点或远一点 那我用近一点 让各位看得比较清楚 在这里你会发现 所有的点 通通都变橘色 这代表说所有的点 都被选起来了 被选起来了 我们如果不想要 它选起来 我按A 它会取消 按A取消之后呢 我选这个点 我把它移过来 那你会看到 它的脚变尖了 我按F12呢 你就发现 它的模型有改变 那当然你也可以转一转看看 你会发现 它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OK 那这个是我移动一个点 它会造成一个尖角 如果今天呢 我把它拉过来 怎么拉呢 你在这个旁边 没有按钮的地方 按滑鼠中键 按住 然后你就可以移来移去 好 移来移去 好 那 你如果这个 切成两个字窗之后 它可能会跑到外面去 这时候你可以 可以在这个中间 稍微按一下 然后把它拉过来 把它拉过来 好 那接下来我要用的是 线模式 所以我选这个线模式 然后呢 我按这一条线 那我按这条线之后 我一样按G 把它拉下去 那你会发现 我按F12 它的成像结果变这样 那因为我现在 它没有对着相机 所以它的成像 没有按照相机的角度 那我这边 我从相机角度来看 我拉 那我再按F12 那就会跟这个一样 好 好 那这是线模式 那我把它恢复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用面模式去拉的话 会怎么样 我按面模式 按滑鼠邮件 那我按G 那它就会变成 整个面都被我移动 按F12 你可以看到结果 好 那这是面模式的拉板 好 再来呢 你这个面模式 你不只可以做按G移动 你还可以按 譬如说R做旋转 那我把它按R做旋转 你会发现它扭曲了 那我按F12 你的立方体就扭曲了 那我如果今天恢复一下 我这边按R 不是按R 按S做缩放 那你这一个面会缩放 但是下面那个面呢 不会缩放 所以就会变成 有点精致塔形 那这是倒精致塔形 好 那当然我也不只可以放大 我可以缩小 我按S 那就会变成真的精致塔形 OK 好 那就请各位 做一下这个 编辑模式的基本操作 选这边的Edit Mode 那有一个快捷键是 你按Tab键 按Tab键 它会在Edit Mode 按Ubject Mode里面切换 那你注意看它这边是写什么Mode 写Edit Mode就是目前处于编辑模式 写Ubject Mode就是目前处于物件模式 物件模式你只能移动整个物件 但是没办法编它其中一部分 但是编辑模式呢 你就可以移动其中的一个面 一个点 OK 好 这样应该清楚了吧 好 那请操作看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